收拔 方邪文这才感动 选择了和黄一梅离婚 放她自由 而黄一梅回到北京之后 很快就开始和江雪琼创业 只是没想到的是 黄一梅居然遇上傅家明 并且爱上傅家明 和方邪文相比 傅家明的确是 不管是精神上的共鸣 还是其他方面上 都比这方邪文强很多 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河 甚至这位和方邪文的女儿 方太初之间处得非常好 方太初也很喜欢傅家明 本来这两个在一起 包括黄振华在内 以及黄一梅的父母都是支持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傅家明的婚宴之时 她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做了很多事情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突然心脏病发作晕倒了 虽然抢救了回来 可是她却命不久矣 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令黄一梅十分的痛苦 当然黄振华这个哥哥 和她的父母也是十分的担忧 黄一梅真的是命苦 找到一个男的 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无法长久 傅家明本来准备和黄一梅分手的 但是黄一梅并不愿意分手 不仅不愿意分手 黄一梅更是准备和傅家明 轰轰烈烈地度过三个月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这两位冲破世俗的枷锁 走到了一起 黄一梅和傅家明之间 剩下的三个月时间过得十分美好 去过很多地方 弥补心中的缺憾 特别是黄一梅 内心坚定 帮助傅家明 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弥补了她心中的遗憾 最后傅家明无憾地死去 对于这部剧的结局 相信很多人都十分的疑惑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是否如同原著一般 可以确定的是 最终傅家明是惨死收场 虽然她无憾了 可是心脏病发作 还是非常凄惨的 黄一梅和傅家明 因此无比的痛苦 而她再度错过了心中所爱 令人唏嘘不已 毕竟黄一梅已经 接连错过了三个男人了 她最后结局 能找到相守一生的挚爱吗 原著中 后面黄一梅创业成功 还遇上了亿万富豪罗德庆爵士 她嫁给了罗德庆爵士 陪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两人白头偕老 而黄一梅的女儿方太初长大 也和她和解了 剧版当然不同 没有罗德庆爵士 黄一梅最后遇到的男人是何希 一个飞行员 至于这位和黄一梅是否在一起 还不得而知 按照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说法 这一部分是原创剧情 并没有明说黄一梅和何希姐弟恋 最后修成正果 而是说最后的结局是开放式的结局 但是导演说了一句话 玫瑰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她或许会在一年之后和她再见面呢 这里的她不是别人 正是庄国栋 其实在遇到傅家明之前 黄一梅就遇到了庄国栋 庄国栋表示要重新追求黄一梅 可惜她之后又因为工作出国了 如果她当时留下 就没有傅家明什么事了 而傅家明死后 庄国栋又一次回到了国内 再度追求黄一梅 当然是打着和黄一梅 将雪琼合作的由头回来的 双方的关系并未确定下来 而按照导演的说法 一年之后 庄国栋回来 很可能和黄一梅在一起也不一定 毕竟过境千番皆不适 也许可能是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不一定 但不管如何 这部剧最后的剧情是开放式的结局 傅家明死了 黄一梅最后并没有明确表示 和何希在一起 还是和庄国栋在一起 她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大 当然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黄一梅不可能和方协文在一起了 毕竟同样的错 黄一梅不会翻第二次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即将大结局了 对于这部后期的剧情只能说是越来越精彩了 虽然和原著区别不小 但整体来说 黄一梅的感情之路还是大体符合原著的 比如黄一梅和方协文离婚这一段 算是全剧新的剧情中非常精彩的一段 也是黄一梅命运的转折点 黄一梅提出离婚的时候 方协文是不愿意的 即便是她提起了离婚诉讼 最终还是败诉了 为什么会败诉呢 法院认为双方还有感情 加上本着劝和的原则 继续让他们生活在一起 本来黄一梅是想要等到半年之后再度提起诉讼的 毕竟方协文不愿意签署离婚协议 只能如此 可是没想到没到半年 方协文却主动提出了离婚 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方协文被黄一梅感动到了 方协文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天狼星 只因为对方比之另一家公司高出了五百万的价格 而方协文应酬不断 最后酒精中毒 大醉之时 对黄一梅表示自己这些年赚到的钱 比黄一梅、黄振华以及他们父母 这辈子赚到的都多 方协文之后中毒昏迷 被黄一梅送到了医院 这才救了过来 若不是因为黄一梅 方协文大概率是死了的 他问黄一梅 为什么不让自己死了 如此他就解脱了 黄一梅说自己从未这么想过 不管如何他都是自己的家人 方太初的父亲 也许是清楚 黄一梅对自己彻底死心了 也许是黄一梅的话 感动到了方协文 所以方协文最终和黄一梅离婚了 黄一梅带着孩子回到了北京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只是黄一梅回到北京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创业 和昔日的老板江雪雄一起 黄一梅出力 江雪雄出钱 令人疑惑的是 黄一梅为什么没有出资呢 按理说 方协文说得那么厉害 按理说 夫妻财产 创与黄一梅应该分到不少钱才对 几千万应该是有的 毕竟以黄振华当时开公司单干 一个项目几百万 他做的项目不少 一年赚几十万上百万 问题不大 甚至更多 方协文却那么大言不惭说 能够赚到他一家一辈子赚不到的钱 起码得是上亿的资产吧 即便是财产划分 黄一梅应该赚到不少 那么为什么黄一梅拿不出钱来呢 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黄一梅净身出户了 方协文后期把钱看得很重 张口闭口就是钱 对于黄一梅 早就没有了当初的那种爱意 而她的母亲 本就是一个十分空门的 对方协文表示过 不要告诉黄一梅赚到多少钱 这些年 她肯定是藏着掖着 黄一梅根本不知道 她赚了多少钱 另外就是她公司卖了多少钱 黄一梅也不知道 当初她单方面夺走黄一梅的股份 也不带商量的 就是吃准黄一梅不谈钱 在这个节骨眼上 不会和她计较家产 甚至就连房子都没有分给黄一梅 总而言之 方协文应该是让黄一梅净身出户了 让她带走孩子就是条件 而后面黄一梅和附加明在一起之后 这位又坐不住 去了北京 要和黄一梅争夺抚养权 只是可惜的是 她和黄一梅争夺抚养权 但是她的女儿方太初 却并不愿意和她一起生活 相比起方协文 很显然 方太初是黄一梅一手带打的 和黄一梅更为亲近一些 方协文最终只能放弃 女儿的抚养权 当然方协文是一个守财奴 她清楚黄一梅的品行 所以吃准了黄一梅 不可能给她太多钱 剧中有提及她 想要买一套别墅 给女儿做嫁妆 可见这位自己手中有很多钱 而最后最多 就是给黄一梅一些抚养费 也就差不多如此了 更何况 这位一直想要生一个儿子 而她的身边 也开始有女人头怀送抱了 那个夏小光就是其一 最后这两个大概率是会在一起的 毕竟方协文如今表现的 可不像是那种痴情种子 黄一梅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 就这么被她拿去养别的女人的概率很大 总而言之 剧版和原著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原著中方协文 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 没什么钱 剧版这位握着上亿资产 黄一梅净身出户 令人唏嘘 希望她最后能为自己的女儿方太初留一些嫁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